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们唯有 戳力奋发 祖行不殆 方能不负历史 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 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 不懈追求的人们 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 还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我们要继续努力 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 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 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开工没有回头键 改革关头勇者胜 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 是我心中的牵挂 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 全党全国要落力重新 着力补齐这块短板 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 如期摆脱贫困 上下同域者胜 只要13亿多人民河中共济 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 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中共十九大描绘了我国发展 今后三十多年的美好蓝图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 必须不迟于空想 不勿于虚声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一个流动的中国 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的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 有风平浪静 也有破淘凶雨 我们不惧风雨 也不畏闲 让我们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诠释了人间大爱 用众志成城 坚忍不拔 书写了抗议史诗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 每个人都了不起 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而骄傲 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而自豪 我为伟大的祖国和民族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